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日韩挑衅性的军演进行了水下核武器系统试验 并且称水下核子应对态势正在进一步完善 朝鲜国防省发言人19号发表了绝不容忍冒险的军事对抗狂热的谈话 指从年初起美国 日本和韩国不断热衷于挑衅性的军事训练 美国卡尔文森号核航母 普林斯顿号宙斯顿巡洋舰和日本海上自卫队 以及韩国海军军舰从15号起在基州岛周边海域 再次进行了为期三天的联合海上训练 并且指出 这次训练是造成地区局势更加动荡的原因 也是严重威胁朝鲜国家安全的危险行为 发言人指 为了对此采取因应措施 朝鲜国国防科学院水下武器系统研究所 在朝鲜东海水域进行了正在研发的海啸523水下核武器系统的重要实验 朝军水下核子应对态势正在进一步完善 而且在海上海底遏制美国和盟军海军的军事敌对行为的各种应对行动应继续实施 发言人强烈谴责美国及其追随势力 严重威胁朝鲜 并对由此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做出严格警告 称会依靠强大实力来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区域和平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关于朝鲜进行了水下核武器系统实验的相关消息 我们立刻连线本台驻韩国记者金志贤 志贤中好 你好 王峰 关于这次朝鲜实验的相关消息 韩国方面最新的动态和反应是什么 好的 朝中说时9日报道 朝鲜进行了血下核武器系统实验 朝方表示为应对韩美日三国不断进行挑衅性军事演习 朝方进行了血下核武器系统实验 日前 韩美日海军以及日本海上自卫队 从15日到17日进行了海上演习 美国航母卡尔晚三号和韩军和日本的 中苏顿驱逐舰等参加演习 韩军说这是为最近日益增大的朝鲜核籍导断威胁 以及水中威胁 三国提高了对筹遏制能力 韩国方面认为 韩国方面对朝鲜进行水下核武器系统实验 尚未发布相关立场 韩国方面认为朝方曾在去年3月首次发表 研发了海啸一之后 去年4月还发布进行了海啸二试验 考虑到今天朝方发布进行了海啸二三试验 4月试验以后 朝方改进了性能 但和第一次和第二次不一样 这次没有公开相关参数或照片 韩国方面认为拿你确认成功于否 并这次朝方没有搭载核弹图的情况下 要确认鱼蕾的性能 朝方曾主张海啸武器在水下可以前航71个小时 可以打击到釜山等韩国南部军事基地 昨天韩美日三国朝核问题代表在首尔举行会谈 三方遵促朝方立即终止核地导战研发 以及挑衅重回无核化之路 韩方代表表示 为了应对朝鲜的持续威胁和挑衅 韩美日将加强对筹遏制能力 并指出朝方为内部团结 迎成紧张气氛 但却将责任转交给韩美 韩国总统尹熙岳也日前表示 如果朝方发起挑衅 韩方将加倍反制 韩方在抢应应对朝方的举动 以上是我在韩国掌握到的消息 王峰 好 谢谢之前从前方带来的一个报道 那对于朝方进行水下核武器系统试验 这一举动会对半岛局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更多相关话题 我们也请到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来做点评分析 郑先生您好 您好 您好 陈子 王峰 您认为朝鲜进行水下核武器系统试验 释放了什么样的信息 另外对于朝鲜的这样一个举动 美日韩各方您认为将会如何来应对 首先我们必须要说 就是朝鲜方面进行 无论是水上的还是水下的这个试验 已经不是第一次 那么可以追溯到2019年 曾经进行了一次水下的一个潜射的一个试验 那么在2021年10月19号 又进行了一个水下的潜射的导弹的一个试验 那么刚才之前也说了 在去年的3月份的时候 又成功地发射了一枚海啸系列的导弹 也就是朝鲜的致力于发展海基 以海基为这个平台的导弹的发射 也包括可以带有核弹头的导弹的发射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但是今天的这个宣布呢 确实是有点突然 而且并没有配备相应的一些图片 那么朝鲜术只说进行了一个水下的盒子的一个试验 一个程序上的一个试验 或者叫装置的试验 那么如果没有图片的话 就很难来判断它是不是带有弹头 另外这个试验它是一个什么类型的一个试验 所以呢这个朝鲜方面这样的一个宣布呢 更多的恐怕是应对在刚刚结束的 从15号到18号 那么美日韩举行了三方的大型的一个海上的 核遏制的一个军事演习 可能的就是要应对或者叫回应 这次的这个美日韩的一个演习 另外还有一个时间点值得关注 就是在18号的时候呢 刚刚因这个美日韩的要求 联合国安理会召开了一次 专门以朝鲜核扩散 朝鲜问题为主题的一个闭门的一个会议 那么这个会议呢 虽然没有一个一个声明 但是呢根据韩联社的一个报道 它是深入的讨论了 有关当前朝鲜半岛的核态势 朝鲜发射这个卫星 研发核武器进行一系列的 也包括高超音速的导弹的一个试验 这些问题 那么可以想见的就是美日韩 对当前朝鲜强化 用这个核武强化来应对这个美日韩 还是非常的担忧的 那么另外一个呢 还有一个时间的一个背景 就是从今天开始 那么韩国的参联会的次长 将会参加在北约 举行的一个史上最大的一次的 这个北约的首长的一个会议 并且呢可能要观摩 这个北约的最大规模的一个联合演习 那么这个呢恐怕呢也是向平壤 发出了一个信息 就是每日是支持韩国 可能北约也会要支持韩国 那么应对朝鲜的所谓的调戏 所以呢各种的时间点 各种的这个背景 如果加起来看的话 那么整个朝鲜半岛的形势 确实呢在加剧 朝鲜呢从军事上来讲 它虽然拥有各种型号的火炮系统 拥有各种型号的导弹 但是呢它试验的多 但是呢成功的次数恐怕呢也不算太多 那换句话说呢就是失败的次数不在少数 那么因此呢朝鲜经常的利用核试验 或者是导弹的发射来恐吓 这个或者叫威慑韩国 虽然它的试验到底是不是成功 大家很难掌握 但是发射的架不住 发射的次数多 那么这样的话也可以起到一个震慑的作用 也算上今天这样的一个水下的核装置的这样一个测试 所以呢从整体上来讲 朝鲜呢一方面确实在加强国防的建设 加强导弹 这个火力系统 包括核武器的这样的一个生产和研发 但是呢从根本上来讲 朝鲜如果真的是要挑起这个战争的话 挑起全面冲突的话 恐怕呢它也要掂量一下 可能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因为韩国已经从2010年 就调整了这个战时的这个作战的指令 允许前沿部队 不用请示参联会 就可以直接的来向朝鲜发起进攻 而且呢第一时间要摧毁朝鲜的导弹 或者是火炮的基地 这个呢已经在2010年 银平岛事件的这个炮击事件发生之后 当时的这个韩国的国防部长金宽正 就已经改变了这个战时的这样的一个作战的条例 所以呢平岛应该是非常清楚 一旦发起全面的冲突的话 恐怕政权很难保障 那么越是在相互威慑的情况下 其实呢发生战争冲突的这种可能性 是越来越低的 因为首先啊 双方并没有一个大规模的军事集结 并没有一个要发起这个先发制人的 一个先前的一个迹象 只是通过演习 试验 发射导弹来相互的威胁 因此呢 在某种程度上来讲 那可能呢发生这个擦枪走火 或者是大规模战争的 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低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 美日韩它绝不会轻视朝鲜的每一次的发射 每一次宣称的试验都会严正以待 朝鲜越是宣称进行了导弹的试验 核子的试验 美韩就越会加强这种防御的能力 特别是核武防御的一个能力 那么因此呢 从整个朝鲜半岛的安全局势来看 未来一段时间 恐怕呢 危险或者是叫危局还会加剧 但关键是 如何能够确保双方不发生这个擦枪走火 而导致整个半岛陷入战争 这一点呢 恐怕是最为重要的 两位 是 谢谢郑浩先生的分析解读 在了关于下 美国对于朝鲜半岛的相关表态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 负责军控事务的高级主任瓦迪 18号就警告说 鉴于朝鲜和俄罗斯之间的军事合作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那未来十年 朝鲜威胁可以发生彻底的质变 根据韩联社报道 瓦迪在华盛顿出席一个论坛时指出 韩国和美国在磋商延伸威慑议题时 需要将朝鲜和俄罗斯之间的军事合作 这个因素考虑在内 那瓦迪同时强调 美国需要考虑如何聚焦于 设法为半岛局势降温 那否则一旦局势恶化的话 可能会快速演变成一场 使用高端武器的正规战 甚至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冲突 另外朝鲜外向催战机 19号结束访问俄罗斯回国 它死访也是引发了外界担忧 那朝鲜两国在武器技术上 互相的转让与支援 会对于朝鲜外道局势产生显著的影响 再来关注到巴基斯坦 在18号宣布精准打击伊朗境内的恐怖分子 以回应伊朗日前以导弹和无人机 袭击巴基斯坦境内的恐怖组织 伊朗内政部长表示八方的袭击 造成包括四名儿童 三名妇女和两名男子在内的 九名外国人丧生 而随着局势进一步的升级 巴基斯坦宣布召回驻德黑兰外交官 而伊朗则召见巴基斯坦外交官 同时也停止所有的高层互访活动 两国关系全面的降级 据在17日 伊朗对巴基斯坦境内的极端主因目标 实施跨境打击后 巴基斯坦对于伊朗侵犯领土主权的行为 表示强烈谴责 并召回驻德黑兰外交官来表达不满和愤怒 同时还对驻伊斯兰堡的伊朗外交官 下达了驱逐令 强调伊朗的做法违反了国际法 和联合国宪战的宗旨和原则 而由此产生的后果将全部由伊朗承担 为了回应伊朗的跨境袭击行动 巴基斯坦军方18日凌晨 也对伊朗境内的笔鲁支解放军组织多个据点 发动无人机和火箭的报复打击行动 伊朗方面称 袭击导致9名外国人死亡 巴基斯坦的报复打击发生后 伊朗召见了巴基斯坦外交官 抗议巴基斯坦对伊朗东南部省份的跨境袭击 而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则表示 鉴于当前局务决定同伊朗暂停所有高层互访 巴基斯坦外交部则称 鉴于巴基斯坦伊朗当前局势 正在瑞士出席达沃斯文台的总理卡卡尔 缩短了访问时间 而巴基斯坦总统则称赞军队 对保卫国家领土完整所采取的迅速反应措施 此外巴基斯坦和伊朗两国外长还相互通电话 双方都表达了通过对话缓和局势的意愿 风华威士记者张丁峰 巴基斯坦伊斯兰宝报道 伊朗与巴基斯坦日前相互越境空袭 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于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的担忧 美国总统拜登18号回应指出 这一事件显示了伊朗在区内不受欢迎 而联合国方面则呼吁巴伊双方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 巴基斯坦18号宣布 精准打击伊朗境内的恐怖分子 以回应伊朗日前一导弹和无人机 袭击巴基斯坦境内的恐怖组织正义军 伊朗内政部长表示 巴方的袭击造成至少9名外国人丧生 对此美国总统拜登表示 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冲突显示 伊朗在区内不受欢迎 美国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科比说 白宫正密切关注巴伊局势 美国不希望见到地区紧张局势升级 正与巴基斯坦保持联系 美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8号通过发言人表示 中东紧张局势升级的背景下 对伊朗和巴基斯坦之间的相互军事打击 深表关切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另外根据叙利亚媒体报道 约旦在18号空袭的叙利亚南部地区欧尔曼村 造成包括妇女儿童在那里多人死亡 而附近的马拉克村也遭到袭击 但是没有人员伤亡 另外焦点再来转到红海局势 目前仍然紧张 一艘美国货船在17号在亚丁湾 遭到了野门胡塞武装无人机的袭击之后 美国进行了第五次空袭 摧毁了胡塞武装将要发射的几枚反舰导弹 美国总统拜登在18号表示 会继续对野门胡塞武装采取军事打击 同时胡塞武装也坚称会继续打击 红海和亚丁湾上与以色列 以及美英两国相关联的船只 印度海军18号公布 在亚丁遇袭的美国货船的照片 货船左衔处留下焦黑痕迹 印度海军称 他们的驱逐舰维萨卡帕特南号17号晚 在亚丁湾执行反海盗巡逻任务时 接到了预袭货船金科皮卡蒂号的求救信号 并于18号凌晨蓝亭预袭货船 以提供援助 印度海军排报专家登上货船 检查船只受损区域 排查隐患 据报货船上当时载有22名船员 其中9名为印度人 事件并未造成人员伤亡 伙势也已经得到控制 而在17号晚 美军再向野门发动空袭 摧毁14枚胡塞武装导弹 美军声明说 这些导弹对商船和美国海军舰艇 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 并且随时可能发射 促使美军行驶自卫权 另外18号凌晨 美英对胡塞武装控制的多省 发动联合空袭 这是不到一周内 美英对胡塞武装发动的第四轮袭击 也门当地时间18号下午3点40分左右 美国又进行了第五次空袭 摧毁了胡塞武装将要发射的几枚反舰导弹 五角大楼方面强调 美国不寻求战争 不希望看到出现区域战争 也不认为正处于战争当中 但胡塞武装向无辜商业船只发动袭击 美国与合作伙伴正在做的属于自我防卫 与此同时 美国总统拜登表态指 空袭将会继续 胡塞武装也针锋相对 其领导人在视频讲话中 坚称将继续攻击 在红海吉亚丁湾航行的 与以色列相关的船只 并称针对也门的侵犯 将推动胡塞武装军事实力的发展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据塔斯社在19号报道 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穆罕默德巴基蒂 在接受俄美访问时表示 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等国的船只 可以安全通过红海 在该海域航行时 不会受到威胁 巴基蒂表示 胡塞武装要确保 这些国家的船只 在穿越红海时的安全 因为航行自由 对于也门来说也很重要 欢迎回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外交部长王毅 抵达巴西访问 18号晚间 王毅与巴西外长举行了会谈 而在19号 王毅将与巴西总统卢拉进行会面 当地时间 2024年1月1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外交部长 王毅访问巴西 当王毅抵达巴西利亚国际机场时 中国驻巴西大使和巴西副外长 专程前往迎接 晚间 王毅外长同巴西外长维也拉举行会谈 并出席欢迎晚宴 今年是中国巴西建交50周年 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已经连续 14年成为巴西第一大贸易伙伴和出口目的地 巴西是中国在拉美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最大的直接投资目的国 而19号王毅外长将同路拉总统的特别助理 前外长阿摩林进行会谈 之后在外交部的大楼举行大范围的会议和记者会 而下午王毅外长将同路拉总统会面 凤凰卫视 林卓运巴西报导 而10早之前 王毅18号在阿比让同科特帝王外长阿多姆举行了会谈 两国外长表示将会继续在设计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 那科方重申了一个中国原则 指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王毅说 中科两国互利合作取得丰硕成果 很高兴为科特迪瓦成功举办非洲杯做出了中国贡献 愿同科方一道 以两国元首中央共识为指引 规划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 开辟新时代中科关系新前景 王毅表示 科特迪瓦是他此次新年非洲之行的收官之战 到访非洲四国领导人都第一时间 态度鲜明地公开坚定支持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支持中方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充分彰显了中非相互支持的优良传统 中国将永远同非洲站在一起 坚定支持非洲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民族尊严 将非洲的前途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王毅强调 中非合作论坛推动中非合作取得巨大成就 将继续加强同非洲的发展战略对接 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阿多姆说 科特迪瓦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认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 支持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捍卫正当权益 双方还就西非地区形势和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交换意见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俄乌战局方面 18号在顿巴斯北线的塞维尔斯基 恰索亚夫亚尔 红利曼这三个方向 俄军至少集结了20多万的兵力 企图打出至少三个突击步 我们来看看本台记者发自顿涅茨克的前线态势总数 星期四 俄罗斯武装部队改变了重点的进攻的方向 其中在顿巴斯中北线 俄军攻击和发展在马林卡以南 米海洛夫卡宽阔的战线上 俄军向沃迪亚诺伊方向实施了推进 其目标之一就是在乌格莱达尔康斯坦丁洛夫卡路段 在巴赫木特方向 俄罗斯武装部队攻击了巴赫木特西北部的伯格达诺夫卡 并试图夺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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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夺� 构成了乌军在这个方向上的核心的攻势区 夺取恰索夫雅尔与谢维尔斯克 对于俄军来说同样重要 两地集中了乌克兰武装部队 在顿巴斯北线预备队的80%左右 乌军后勤物流覆盖了整个斯拉维扬斯克 和克拉玛托尔斯克的城市区 我们现在位于顿尼茨克的北线 这里就是阿弗迪伊夫卡 我们可以看到目前 特别是两军在这个方向的军事态势 也是相当的一种对峙的态势之一 当然了阿弗迪伊夫卡的目前俄乌两军所进行的对决 有许多专家表示这也是一种阳攻 那么以上就是凤凰卫视卢语光 伊万 拉曼·弗拉特在顿尼茨克北线的报道 北约下周期将举行数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军事演习 来自31个成员国和伙伴国瑞典 大约9万名军人参加 借此展示北约的团结力量和相互保护的决心 另外为期两天的北约国防部长会议 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结束 北约欧洲盟军总司令卡沃利表示 下周期到5月份举行的坚定捍卫者2024跨大西洋军演 是北约自美苏冷战以来最大的一次军演 演习将会模拟与失军力敌的对手之间的冲突 通过北美部队的跨大西洋调动 来展示加强欧洲和大西洋地区的能力 日本防卫省18号发布消息称 日本政府已经和美国政府签订了协议 正式购买战斧巡航导弹 日本防卫大臣穆元忍和美国驻日大使伊曼·牛尔 在现场见证了仪式的签署 而伊曼·牛尔表示 美方会最早在3月开始 对日本自卫队进行相关的训练 穆元忍就称 双方同意加快完成有关部署 以应对日益严峻的安全环境 而根据两国的协议 日本将会在2025财年至2027财年 从美国获得最多400枚战斧巡航导弹 来看股市消息 亚太区股市在今天走出分化航行 台湾股市上涨了超过2% 日本股市也是一度升了超过1.5% 但日经指数没能占完36000点的整数关口 而内地互生两市则是震荡下行 具体来看 股市在中午报2832点下跌了13点 跌幅0.47% 半日成交了1900亿元人民币 深层指在中午报8814点下跌了32点 跌幅0.36% 半日成交2489亿元人民币 香港物质方面横值高开了12点之后 最多是上升148点 但随后反复的偏转 但横值在中午报15361点下跌30点 跌幅0.2% 半日成交475亿元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 18号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财长 华平集团主席盖特纳 会面中双方就中美关系 中国经济资本市场等议题交换看法 何立峰表示 中国经济保持回升向好势头 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 前景十分光明 中方将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完善市场化 法治化 国际化营商环境 欢迎华平共同参与中国资本市场建设 共享发展机遇 盖特纳表示 华平已经进入中国30年 是来华最早的全球资产管理投资公司 将继续深耕中国市场 美国中国总商会2024农历龙年颁奖晚宴 18号在纽约举行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发表了视频之词 王文涛强调 中美元首旧金山会物达成了重要共识 为两国经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 2024年 中国商务部将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 在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的基础上 与美方加强对话 管控分歧 努力为两国企业提供稳定预期 为各层级经贸交流合作 营造良好环境 希望美国中国总商会 继续发挥好桥梁作用 为促进中美经贸合作贡献力量 而根据路透社报道 中国和美国的财政部官员 周四起在北京开始为期两天的会议 讨论两大经济体之间 有关于金融稳定和资本市场的问题 报道引述了美国财政部官员指出 这次会议是新成立的工作组 在中国举行的首次面对面的会议 并会在周五结束 那会议的其他议题还包括了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 跨境支付 以及在打击洗钱和毒品范围方面 双方的合作 那工作组上次的会议呢 是在去年的11月份 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举行之前 地点是在美国的旧军山 由美联储官员重申 当局最快在第三季才开始降息 评级机构穆迪相信 美国将会有更多垃圾级别企业 在今年第一季违约 而当地裁员潮也有蔓延趋势 美国脑牌连锁百货公司梅西百货 计划裁员超过2300人 今年一息石油表决权 去年被视为比较鸽派的 亚特兰大联储银行行长 博斯蒂克表示 希望看到更多证据表明 通胀率正在朝着美联储 2%的目标迈进 并重申预计直到第三季才会降息 而评级机构穆迪发表报告 指信贷评级跌至垃圾评级的美国企业 今年首季的债务违约综数 将有所上升 首季的探战比例可能升至5.8% 比去年的5.3%高 目的指截至去年年底 有238家企业信贷人 被列入B3负面货以下名单 比之前一年多20家 并占投机级别企业总数的1成6 比例是2021年中以来最高 而在美国有166年历史的梅西百货 宣布将减超过2300名员工 相当于裁员3.5% 并在青年年初关闭5家分店 以节省成本及提升效率 分析指近年网购兴起 失败货业也要努力转型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台湾大选之后 蓝绿白三党在新一届立法院议席 东部过半 2月1号的立法院长选举 再次成为了焦点 重夺立法院第一大党的国民党 不分区立委第一名 高雄市前市长韩国瑜 在18号宣布 将会搭档立委江启臣 来角逐立法院政府院长 但是韩国瑜也表示 如果说民众党有意合作 可以离让副院长 对此民众党做回应 表示不会和个别的候选人 私下进行协商 或者说进行利益的交换 韩国瑜发文宣布 与江启臣搭档 角逐立法院政府院长 江启臣面对媒体时 做出积极回应 我想谢谢韩市长的邀请 让我有这个机会 跟他一起为台湾的民主 为促成在野的合作 共同来努力 但韩国瑜在社交媒体的发文 也表示他们清楚 需要实现在野大团结 才更能实现对800多万选民 所做出的神圣承诺 并表明只要民众党愿意合作 江启臣就愿意退让 优先将副手的位置 留给民众党 如果民众党的朋友们 也愿意推出这个副手的人选 来跟韩市长搭配的话 那只要大家有共识 那我想我这边 是可以这个退出 没有关系 对于韩国瑜递出的橄榄枝 民众党立法院党团表示 民众党已经提出多项改革要求 包括建立听证调查制度 强化立委利益回避规范 立法院经费使用公开透明等 期待国民党和民进党 具体响应要求 以作后续参考依据 民众党并强调 不会与个别候选人私下协商 或是进行利益交换 台湾新一届立法院 在三党一席都不过半的情况下 民众党的巴西立委成为关键少数 不过民进党已表明 会推出人选 与蓝营角逐立法院控制权 有分析指蓝营推出韩江沛 是要逼出民众党倾向绿白河的原型 为蓝白河2.0破局开拖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韩国瑜宣布将会搭档江启臣 进入立法院政府院长 对此国民党的另外一位立委当选人 李燕秀就认为 韩将配在多领域互补性强 相信他们可以获得好评 韩市长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政治人物 那江启臣其实大家也非常熟悉 他以前担任过党主席也是立法院多届的立法委员 也担任过总召 那这两天其实包括今天下午 在媒体宣传出未来的韩江沛之后 韩国瑜推出韩江沛之后 韩国瑜第一时间也提出来 他自己是一个有创意的党主席 会有很多不同的想法 那江其实是个性上比较保守 稳定性也比较高 所以我觉得两位一起搭配 其实有一定的互补性 那启臣过去在立法院议事运作也相当的熟悉 其实两位都曾经担任过立法委员 一位是过去担任过立法委员 一位是现任立法委员 两位对于议事的运作相对都是清楚了解 所以我觉得两个互相搭配 对于他们两个各自熟悉的 无论在立法院的议事的专业度 各自的领域度 其实各自两位刚好有互补 那意识运作上 其实个性上也可以互补 那意识运作上 两位其实都有一定的熟悉度上 那一位跟中壮派的立委 其实沟通上 其实过去都是多年立院的老友 所以我相信在沟通上 也能够非常顺畅 所以外界对于韩江沛这样的一个搭配 其实我相信 无论在党内 或者是整体在台湾 大家对于这样的搭配 我相信大概获得肯定度 会评价应该是会相当不错的 台湾立法院正负龙头战 是蓝绿白选战之后的再次决力 各阵营都是蠢蠢欲动 我们来看凤凰观察 韩国瑜将和江启臣 组成韩江沛 江启臣亮明态度 如有民众党人选参加 他愿意优先礼让 韩国瑜先声夺人 向民众党抛出橄榄枝 潜台词是在野团结 减少蓝营内部节外生枝 韩江二人和柯文哲关系友好 这次算是释出善意 希望增进蓝白互信 67岁的韩国瑜和52岁的江启臣搭档 除了平衡互补 也有世代传承的意味 江启臣是中壮派代表 如果先担任立法院副院长 2026决定参选台中市长 也算提前有了一个足够大的舞台 对卢秀燕未来布局也是一大助力 立法院长的职能设定 主职是主持会议 本身不参加质询 通常为人脉亨通 关系灵通 而且有一定辈分的人担任 韩国瑜不缺乏这方面的能力和资质 但让口条超人的韩国瑜不参与质询 有大才小用之嫌 对于国民党的美意 民众党表态 对位子毫无兴趣 立法院二进攻的黄国昌 被认为是民众党最强战力 如果他当了龙头级别的人物 也就无法再当战神 黄珊珊也冷冷回应 不会与个别候选人私下协商 或利益交换 民众党如果拼绿白盒 柯文哲选钱 弃蓝绿保台湾的人设 可能会迅速崩塌 民进党一边 最可能继续布局昆昌配 由现任正副院长的 游锡昆 蔡奇昌再战 认为民众党如果想保持形象 除非起义来归 推选韩国瑜的这种蓝白盒 意味着双方一起沉沦 自取其辱 从蓝营的韩江配 到绿营的昆昌配 蓝绿两大党针锋相对推组合 都不想受到最小党的勒索和绑架 富宏为西洋小枫香港报道 香港封灭 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 被控违反香港国安法 案件踏入到第13天的聆讯 控方从犯证人 一传媒前行者总裁张建宏 继续出庭作证 黎智英 张建宏两人 早晨7点多 先户游球车 送往西九龙裁判法院 开庭之后 控方展示两人的通讯记录 提到2019年4月 修例风波期间 黎智英曾指示张建宏 采访一名正身处台湾的 香港人林荣基 他涉嫌出版问题书籍 而被内地通缉 从通讯记录可以看到 黎智英指报道适用于 煽动香港市民上街游行 张建宏在庭上表示 自己当时在台湾公干 所以按要求 亲自完成访问 撰稿后在苹果日报刊登 美国总统拜登和副总统哈里斯 下周二将会在弗吉尼亚北部 联合开展2024年的竞选活动 重点关注生育权利问题 拜登政府将会积极推动 女性权益以及捍卫堕胎权 美国总统拜登和副总统哈里斯 将于下周二首次联合参加 2024年的竞选活动 低点设在弗吉尼亚州北部 竞选团队表示 此次活动将重点关注生育权利 并特意选在1973年 罗伊素韦德案周年纪念日的第二天 第一夫人吉尔和哈里斯的丈夫 埃姆霍夫也将在活动上发表讲话 同一天新罕布什尔州 也将举行初选 竞选团队表示 拜登和哈里斯将强调 包括弗吉尼亚州在内的各州 为颁布堕胎禁令所做的努力 拜登的竞选经理罗德里格斯表示 特朗普是超过三分之一的 美国育龄女性 无法自由做出医疗保健决定的原因 2024年投票给特朗普 就是投票禁止全国堕胎 凤凰卫视王岐华盛顿报道 2024美国大选已经拉开序幕 而在共和党方面 科罗拉多州已经率先宣布 取消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党内初选资格 而缅因州随后也宣布将会跟进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 179名共和党议员签署 并且提交了意见书 力挺特朗普 要求最高法院推翻 科罗拉多州的裁决 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 意见书认为最高法院 应该推翻科罗拉多州的裁决 并且称下节法院的意见 践踏了国会议员的特权 报道也称 签署这一份意见书的 179人当中 包括了参议员克鲁兹 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斯卡利斯 以及一直和美国大选保持距离的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 而根据国会山日报的最新消息 美国最新的民调显示 特朗普以微弱的优势继续领先拜登 不过在独立选民方面 特朗普支持度为46% 高出了拜登11个百分点 最新民调显示 在受访的1045名登记选民中 被问到拜登与特朗普是年底的为二选择时 46%将选择特朗普 拜登则为42% 双方差距微弱 不过独立选民对特朗普的支持率远高于拜登 民调显示 46%的独立选民表示将投给特朗普 35%选择拜登 差距高达11个百分点 若将其他人选考虑在内 特朗普仍位居支持度第一 拜登紧随其后 以独立候选人参与大选的 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的侄子 小罗伯特·肯尼迪排名第三 获得11%的支持率 尽管特朗普与拜登 目前是各自政党最可能的提名人 但超过一半受访者表示 不想看到双方任何一人 成为未来四年的总统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美国芝加哥近日迎来极端的低温天气 不少电动车因为气温太低而不能充电 让车主叫苦连天 多名特斯拉车主冒着寒冷的天气 在风雪当中等待汽车充电 但是由于电池在极低温的情况下 不能启动充电模式 充电站陷入混乱 更是有充电站大排长龙 特斯拉建议车主要保留最少20%的电力 以减少电动车在极端低温下 电池迅速消耗以及不能充电的影响 关注一下内地天气 中央气氧台在19号发布了 今年首场寒潮天气过程 将会从20号开始 影响范围会涉及到中东部多个地区 那气温会明显下降 最大的降温幅度会超过14摄氏度 进入四九天 北京天气一直零度以下 体感阴冷 预报显示 20号即将迎来大寒节气 北京气温还将持续低迷 20号夜间到21号 北风净吹 风寒效应显著 开启了速冻模式 不仅是北京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 预计20号到23号 内地将遭遇今年首场寒潮天气过程 中东部地区将出现剧烈降温和大风天气 受这次寒潮天气的影响 中东部大部地区气温会有6到10度的降温 特别是在内幕府中部 陕西北部 华北的西部 吉林东部 辽宁东部 以及我南方的部分地区 都会出现10到14度的降温 局地降温幅度还可能会超过14度 同时在东部和南部海区 还会相互出现6到8级的大风 受这次寒潮天气影响 南方地区气温会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 气象专家表示 这与冷空气活动强弱的周期性规律有关 提醒民众 注意防范 强强弱的主要出现在21到22号 我们可以看到在850百怕以下 在21号的夜间已经转为东北风 那也意味着冷空气已经进入到了南方地区 但是在850百怕以上 伴随着这个南枝波动的发展 有一支非常强盛的暖湿气流 在冷电之上形成一个明显的抬升 就导致了像贵州湖南江西等地大范围的这种强降雪 春运即将开始 而今年春运人员流动量将创历史新高 气象专家提醒民众 在春运返乡或者出行时要做好防寒保暖 特别是在高海拔山区 驾车出行人员要防范雨雪冰洞 凤凰卫视 杨西王磊 北京报道 自一带一路标志性工程中老铁路开通以来 来往老窝和中国昆明的国际旅客明显增加 为双边旅游业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 我们来看记者从老窝发回的报道 朝发夕至一日之内实现中老跨境游 如今梦想成真 数据显示2023年前9个月 到访老窝的外国游客数量超过240万人 较去年猛增285% 而这有赖于中老铁路国际旅客列车的开放 记者也踏上蓝仓号动车车厢 感受乘客出游之喜 第一次来到这个国家呢 我觉得呢看到了我们国家中国的曾经 看到他们呢看到他们的善良和淳朴 也看到了我们中国今天的发展的对比 感到特别幸福 where are you from 泰兰 泰兰 what are you feeling about this tree very good in Laos temple many temples yes in Laos very good many friends yes smile 我手里的这张车票就是从万象站到西双版纳站的一张车票 可以看到这个车票整体的形状和内容啊还是和内地的有很大区别的 包括上面是有三语显示分别为简体中文老挝文以及英文 接着观察发现中老铁路其中一个亮点就是国际游客众多 平均每趟列车的游客分别来自十个以上不同国家 除去本地游客 中国 韩国 泰国和欧美游客占比平分秋色 而老挝当地的乘务员中文非常流利 可以做到三种语言无缝切换 列车上香港特区前行政长官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也来体验中老铁路列车 欣赏沿途风景 这些就是从旅客层面来体验 大家都很重视中老铁路的客运的能力 其实中老铁路的货运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老汪出产不少的矿产 也都经中老铁路他们的货运列车出国 从陆索国便陆连国 中老铁路带给老挝的变化深入方方面面 自2021年底开通以来 中老铁路在两年内 累计运输货物超过2680多万吨 货物品类更增加到2700多种 凤凰卫视王雨婷 陈嘉明 来自老挝万象的报道 好 感谢您达成今天的凤凰五间专列 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 稍后我们播出的各级新闻